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具体有哪几条路线你可以选择自由行南极呢 最最多的选择大部分人会选择的这条线路 就是从我们上级提到的阿根廷的乌兹华亚这个地方 或者是智利彭塔阿里纳斯这个地方 乘坐游轮 它那种船会行驶三天两到三天的时间 然后就从乌兹华亚直接到南极半岛 然后这个船呢就会在南极的天堂湾或者是七片岛 这是大象岛这附近进行巡游 并且会选择性的每天都会登陆 然后你就可以愉快地在这个南极大陆上这边玩耍了 但是呢这条路线 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邮轮的有效时间 它因为它有往来回有两到三天的时间 都是要穿越德雷克海峡的 这样一来一回 然后其实你在南极能活动的时间只有短短四到五天而已 这是大部分的游轮的从乌兹华亚 或者说是从智利彭塔阿里发船的游轮 虽然大部分人会选择它 但实际上它的游玩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要不这样我们给大家先普及一下 就是能决定你登陆的因素 就是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啊你到那是不是就我们全部全上的人 他们都下去啊就到哪去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南极的登陆呢 它因为南极是严格不能修建港口的 所以说你每次登陆都要用冲锋艇 冲锋艇的话它的登陆时效就有一个问题 然后所以说你船的载客量多大 就会决定你的登陆效率 一般是这么分类的 南极登陆的船呢分为四种 一个是C1一个是C2 一个是CA还有一个是YA 这四个级别有什么区别呢 C1就是载客量13到200人的船 南极公约要求每次登陆不能超过100个人 也就是说这个船可以有每次一个岛100个人 就是说它可以每天 比如说这个岛我这次登陆的时候放100个人 另外一个岛也可以放100个人 所以说这种小船它的登陆次数是最多的 这个很好理解 你人少的话 我就可以控制我船的一个节奏 但如果说你是CR级别的话 200到500人的话 你的登陆级别就只能是5拨人来登陆 5拨人登陆的话就会有个问题 可能会今天早上你登陆 但下午的话就可能是另外100个人登陆 因为你要考虑整个船的一个进行的流程 所以说C2这种级别的船 它就会大大缺件你的登陆时间 但是有个好处就是这个C2这种船呢 它会很便宜 在2018年阿里包了这个五月阳光号 它就是典型的C2的船 去年的话阿里多吉的价格可能只有4万9元 9899还包含了往返的机票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白菜样的一个体验 但它依然可以完成你登陆的一个梦想 C1的话就比较奢侈了 我没有乘坐过C1的船 我总是猜测 以我的理解C1可能比如说 今天上午100个人我可以先全部登到上面去 然后另外100人他们不用闲着 他们可以体验一下南极的这个批花艇呀 或者什么的 然后下午我们把它正好调换掉 那100个没有登陆的呢 滑批花艇的人呢可以去登陆 然后另外100人可以参加一些南极的一些 其他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对于这种船来讲 它的登陆是最大化的 每天可能有半天时间你是可以在南极岛上来 但它的价格也很贵 一般都会在六七千美金以上 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很便宜的船票价格了 还有一个坏说句实 C1船嘛因为它人数少 敦温也小 它在过德雷克海峡的时候 它会异常的颠簸 然后你的痛苦也比较大 所以说这两方面都是你要考虑的一个东西 但C2船虽然它大一点 但其实它会稍微稳定一点 就舒服一点 但它依然会波动很大 那接下来CA这个船是什么船呢 CA就是超过五百人的这种大型的游轮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非常非常的平稳 因为它蹲位可能都是在八万吨 八万吨级别以上的 所以说它是往返德雷克海峡是很舒适的 但是它有个坏处 因为它大约了五百人 所以说它是理论上是无法安排登陆的 因为它的人太多了 然后它就会在天堂湾这种比较宽广的一个水域进行一个巡游 小船可以去的地方它就去不了了 但这种船它会一般会安排的非常非常奢华 就是标准的那种游轮的那种奢华感的感觉 它的定位其实就属于那种年龄偏大 或者说是属于这个休闲派的这个东西 但是它这种船一般会安排一些东西来弥补 比如说我如果没有登陆南极大陆 我可能会看不到很多企鹅 但是它会可能会安排福克兰岛的一些这种day tour 然后给你安排一些地企鹅的由来什么的 让你这个整个形状给你丰满起来 这种形状有个好处 就是它是异常的便宜 特别是它的尾舱 可能会甚至一两千美金就可以搞定 我在16年的时候 也是因为当时预算是非常非常有限 对不对 我们也是玩家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种船 但是我依然达到 虽然我没有完全登陆南极大陆 但是我也看到了这种千级别的地企鹅 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形状对于我来讲 还是OK的 但如果说让我再选一次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前面的C1或者C2 来进行一次更深入的一个登陆 然后最后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讲的YE级别 YE级别它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一般人是弄不了的 这个级别是什么 它是翻船来进入南极大陆 我印象中中国人好像只有二百七 中国有个玩家叫二百七 她是真的是带着她的女朋友 是开着翻船进入了南极 并且还越过了德雷克海峡 到达了长城战 所以说这是这个YE级别 我所知道的方法 然后第二种呢 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方法 如果说你对这种企鹅什么的 地企鹅 王企鹅 这种大面积的企鹅感兴趣的话 你有另外一个选择 也就是比较经典的 从乌兹华亚或者澎大阿里大斯出发 然后抵达南极半岛 然后你再往东走 到达一个乔治亚岛 这个行程可能会达到超过十四天 甚至如果说乔治亚岛因为比较远 他们有时候会选择飞过去 乘坐飞机来达到一个 这个行程可以归为一类 因为乔治亚岛 它属于英国的一块飞地 上面有非常巨量的地企鹅 对于你的 对于企鹅来讲的话 你有这个特别需求 你可以选择这种需求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行程 它的整个游览南极的时间 会超过八天 或者达到九天的时间 你来游览 但是它的价格只是比第一种 贵了一半左右 所以说也就是 大概是一万美金不到的价格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 游览南极的方式 就是你游览南极点的一个行程 这个行程是最近几年 是逐渐流行起来 它是怎么个概念呢 就是说你先要从 一般是从智力 乘坐这个1276的运输机 然后到达联合冰川大美营 联合冰川大美营就是南纬 89度 然后你在那儿有个地方 整顿一下 进行徒步到南极点 就是徒步这一度的一个东西 这一度大概是多长 大概是110公里 因为在南极地方 那个地方海拔大概是3000米左右 是对我个人感觉来讲 应该是难度比较比较大 然后这个徒步是每天要形成 10到13公里左右 然后你整个完成这110公里 可能需要9天时间 就是对于你个人来讲 一个是你真的是要非常有钱 然后你才能完成这个形成 可能需要五六十万 要远远超于攀登珠峰的一个预算 其次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身体的一个锻炼 在这种高海拔地区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渡过 并且每天你要在南极里面扎营 这对于你们身体和体力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考验 但这种东西它是很有价值 够你吹嘘 真的是可以吹嘘一辈子的一个事情 可以 其他的这个方法也有这种 直接从飞机从彭塔阿里纳斯直接飞到南乔治亚岛 就我只玩这个南乔治亚岛 然后在这儿进行一个玩耍 对啊 就是为了去这个乔治亚岛上看一看 也有人也有人这么做的 企鹅特别特别多 乔治亚岛其实是英国的一块飞地 然后上面的是一个企鹅进行孵化和生儿育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上面的地企鹅数量是特别特别大的 以前BBC拍纪录片的时候他们在乔亚岛拍了大量的素材 就是说你对企鹅特别特别痴迷啊 就是你可以选择我就专门玩这个乔亚岛 或者说现在有的行程也是从飞乔亚岛 然后后来的接船去南极大陆也是有的 这个是完全根据你的经济能力来选择的 我们第一种游览南极的价格呢 大约根据不同的船型 它会有不同的价格 但大约都是在7000美金以内 第二种价格就比较贵了 它会可能会达到1万美金左右 但你的游览时间会大大的增加 可能是第一种两倍的时间 但它的价格仅仅是上幅了50% 所以说对于我觉得如果你想深入游览南极来讲 第二种是很划算的一种方式 大约根据南极的价格 雪山起灯塔 这一边有点美金 有点美金 那么它们对于我们的今天 ности统筑多年的价格 下集中 之后 下集中